X9少年团光微繁文 欢迎赵磊夏之光 因许家回归 真是让人觉得有些搞笑 这个团都明星实亡了 可还在上去再敢 有一说一 要不是因为肖战 我还真的不知道有X9少年团 当初还有因为肖战 去用二倍速看了一遍 燃烧吧少年 我小时候没赶上快乐男生 和快乐女生的时代 只记得在我印象里 第一个看的选秀成团的 就是X9少年团和蜜蜂少女团 那时候的肖战 真是从颜值忽高忽低的素人 肉眼可见一期一期变美 参赞的选手之间感情也好 而其他人参加节目的时候 都是比较成熟的艺人了 进步空间没那么大 相反肖战是真素人 进步空间很大 刚好他又肯努力 有天赋 所以进步的很明显 作为导师 李宇春最有眼光 对肖战评价很高 而另一位导师舒淇 却没看好肖战 最后肖战调到舒淇组后 对肖战有了明显改观 所以肖战很感谢这两位导师 只不过龙丹丁接手之后 这个组合并没有太高光的表现 大家都是自己顾自己的 爹不疼娘不爱的 咱娱乐圈能混口饭吃都不努力 但龙丹丁的操作 真是让人眼花了乱 三十光和叶雪佳 如今还要把名字由21SE 改成X9少年团 正所谓流水的男团 铁打的X9 虽然组合里的大部分人 混的都不怎么样 回归之后肖战也没有送上祝福 但这并不代表肖战 不关心自己的队友 军之行人称 肖战和谷家成的关系最好 而且他和X9那几位私底下都还行 现在红了反而想帮帮他们 比如影视剧资源什么的 当然谁都没想到 肖战如今能混得这么好 而肖战能成功最让我欣赏的是 认准方向后 逆然前行 且非常律集 下得了狠心 吃得了苦 聪明才有能力 所以说这个团能维持到现在 全靠肖战称之 虽然合体的次数不多 表演的机会很少 但是知名度还是挺高的 如果有一天肖战和个通道七 自立门户 离开了龙丹妮和X9少年团 那估计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结果吧